好 下面我们看二 空间曲面的切平面和法线 一样的意思 空间曲面在一点处的切平面处有法线 这个关键是求这个N的 N是关键 是吧 隐式方程给处 很简单啊 FF是一片 FYP FZP 然后把P里面带进去 于是得到了切平面和法线方程 这个马上我们就来讲就行了啊 大家直接套公式 就有了啊 第二个 显示方程 如果它得给Z等于FXY 你记住啊 改成引试啊 改成大F等于小FXY-Z 一样的啊 对X求偏导 对Y求偏导 那么Z求导嘛 这个负Z了 就负1导 很简单 是吧 然后呢 写切平面和法线方程 这两个本质上是一样的啊 第三个 用参数方程给处 大家注意啊 这是曲面啊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T 而是双参数 这里面呢 我们也让大家直接记啊 你记我这个啊 那么这个时候要求这个曲面在1点处的 很好 它的切平面的反向量 你就这样做啊 那么 RI接K 三级行列试 听好了啊 然后的话呢 在第一列的剩下两个位置 这X对UV求偏导 第二列的这两个位置 就是Y对UV求偏导 那么第三列的这两个位置 对Z对UV求偏导 然后把P0带进去 就得到了ABC 记住就行 好 这前面呢 我们有个方程组给出的空间曲线 你要求那一点处的切向量呢 你用三级行列试 我这个呢 是用双参数给出的曲面 求一点处的切平面的发向量呢 也用三级行列试 这两个呢 考前记一记 喝前摇摇 没有问题 好不好 就这样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立体了啊 捋一下就行 看立体 请接下来跟我看立体17.3 17.4和17.5 好 看立体17.3 曲面在点处的切平面 方程 我这样讲啊 这种考题应该说是B考题 那你说在考研的历史上 是考曲线在一点的切线方程多 还是考曲面在一点处的切平面方程多呢 那当然是这种多一些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做好啊 数据印啊 年底打开试卷 这种题出现送分的啊 送分给大家了 好 很简单很厉害 f x yz 那就等于1的z分之x四方加上1的z分之y四方减去四对吧 然后你就不用犹豫了 那么我们直接就求三个偏导数了啊 这个在基础三讲也都讲过了啊 在这又给大家过了一遍 非常简单 对 x 求导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就是其他当场所看了 所以很简单 1的z分之x 再乘成什么 z分之1 f对y求偏导 它就等于 只有这一项了 1的z分之y 再乘成z分之1 对吧 f对z求偏导 那它等于 1的z分之x 乘成负的z分之x 再加上1的z分之y 再乘成负的z分之y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再点烙印2 烙印2 1 把这个带进去 烙印2 烙印2 1 把这个点往里一带 我们就得到了 那么在这个区面 在这一点处的 切屏面的发向量就出来了 x比z是1 烙印1的烙印2是2 2乘1是2 这是2 这个呢 一样的啊 y比z是这是2 这是2 对不对 然后呢 或者拿这个往里带啊 烙印2比乘1 这一个负的烙印2 那么这是二楼 所以2倍的烙印2 对吧 然后这也是负的2倍烙印2 所以是负4倍的烙印2 好了吧 于是切屏面方式就出来了嘛 你注意点在这啊 这是它的切屏面的发现率 所以2倍的x减去烙印2 再加上2倍的y减去烙印2 对不对 那么再减去4倍的烙印2 乘上z减1 是不是 对不对 对不对 整理一下 我们即可得到 x加上y 那么减去2倍的烙印2 乘上z 对不对 这问题要会做啊 各位 送分题啊 送分题 5分到手 好 看立体17.4 和立体17.5 这个两个呢 我放在一起说啊 这两种题目呢 这个在很多的数学考试啊 就是高点数学的 数学考试的场合中 都考过了 考研里面呢 设计的不多 所以未来考试呢 这个挺重要的啊 请大家注意 12FUV可为 证明这个圈面 让任意点处的切平面 都与某一定支线平行 ABC 不同数为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曲面就是什么特征呢 我简单画一下啊 你假如说 我这个有个曲面啊 我有个曲面 这个曲面的话呢 你说 它任意点处 我随便找一个点处 这个这里就有切平面 是吧 切平面处呢 有反向 它的反向量 那么这个反向量呢 说任意点处的切平面 都以某一个定值线平行 那比如说我有个定值线 随便画一下定值线了 好 这是一条定值线 是吧 那大家知道定值线L呢 它有的方向向量 它有它的反向量N 那么大家知道平面如果和这个直线是平行的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N和这个T是垂直的 那这一点啊 大家明白啊 就是说任意点处啊 如果你在任意点处 你画出来的这个切平面 它的反向量都是跟T垂直的 那么大家知道这样的曲面 我们称其为叫做柱面 这就是一个柱面的 这样一个表达 等价的说法 大家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就证明曲面是一个柱面 那你顺便先看一眼哈 立体17.5 我等会翻到再说 是不是证明底下那个曲面是柱面 对吧 所以这个立体17.4呢 它在讲柱面的几何上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它的任意点处的切平面 和某一定直线是平行的 那么让你证明是柱面 实际上也就是证明这句话 任意点处的切平面 都属于某一个定直线是平行的 所以这个关键啊就在这 这个题的关键就在这 好 我们来证一下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是吧 我们首先讲任意点的切平面 任意点的切平面 它的 法向向量 那等于什么东西的话呢 我们直接来写了啊 那么这个就求导了 我查过去写一下 这个F是取决于一二 一上呢是AX减去BZ 二上呢是AY减去CZ 是吧 一呢既是X的函数 也是Z的函数 二呢既是Z的函数 也是Y的函数 是吧 所以对X求导的时候呢 F就是F1平 对吧 在乘上呢 这个对X求导是A倍的 这是第一个分量 那么二呢对Y求导 制作这条路了 就是F对第二位的求导 乘上呢 这个大家都看得懂哈 好 我把这个呢稍微往这挪一下啊 往这挪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呢 第三个 第三个来了啊 那就对Z求导了 那就是F1平 F对第一位求导 乘上第一位的对Z求导呢 是负B 是吧 然后再加上F对第二位的求导 那么乘上第二位的对Z求导 是负C 所以这是减C的 加上负C吧 就减C的 对吧 我们这样的话就得到了认一点 这个曲面上认一点数的 这个切平面的发向项链就有了 对不对在这 好 有了这个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研究 那个它跟哪一个套 是 这个一定是垂直的呢 这一个字啊 叫取 大家可以凑一下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 这是A倍的F1平 这是A倍的F2平 这是负B倍的F1平 -C倍的F2平 所以呢 我们取一个套 那么你只要把这个系数凑起 让它们加起来怎么样 点击为0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取得点什么 你这个是A 是吧 F1平 这是B 那我给它乘上B B 然后你这个是A倍的F2平 这是负的C倍的F2平 那么这个给它乘上C 这样的话呢 这边就是AB 这是AC 那么这就差一个什么 差个A 看懂没 你如果取这样的套 立即推 大家看 这里的N点乘套 等于什么 那不就出来了吗 那么就对你相传再相加 叫做AB倍的F1平 加上AC倍的F2平 然后呢 减去AB倍的F1平 减去AC倍的F2平 各位 这是个得0 有了吧 这就出来了嘛 是吧 所以因为它点击为0 就垂直的 证明完毕 这个字 我就不再往下写文字了啊 书上有详细的说法 这种题呢 一般就是考选择题了 不会是解答题的啊 是选择题 那就看你选项选哪个了 你没意思了吧 好 顺带着呢看一下立题17.5 这是一样的意思啊 我这个当作也做了 我点简单提示大家一下啊 好 另 那么F Fxy 谁减这都行了 F Pi y 减去根号2z 是吧 再减去e的 2x-z 对吧 你还是这样 求怎么样 n 是吧 等于Fx1平 Fy1平 Fz1平 所以做啊 能听听是吧 然后你再去一个tau 那么它等于 a bz 啊 那么对应相处再相加 n 第二个tau 对0 由此我们可以找到abc 即可 只要这三个是常数就可以了 而且呢这个tau呢 abc 那么只要求出来一种就行了 所以我们叫做取是吧 那取就行了 这种题大家要学会啊 好 这个题呢 这两个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这个很重要啊 很重要 这个是 这个题原理做的啊 我只能这样说了啊 你听懂就行 好 证明曲面是正面 其中f可为 我们自按着令 f xyz 它就等于 我顺便写啊 你这个 减谁都行 f 这一点处的气平面的仿线向量 就分别是f对x球偏导 f对y球偏导 f对y球偏导 f对对球偏导 那东西是吧 我们直接来吧 直接这个这个就 直接可以写了 前面呢跟x没有关系 所以只有后面有 就是负的 e的 2x 减z 然后呢 在2x减z 再对x球偏导 是不是2倍的 看到没 这是对x球偏导 好 再对y球偏导 就复合球导了 这里面就一个u啊 中间变量 所以就是f1' pi y 减去更换2z 再乘上 那么pi y 减更换2z 对y球偏导 剩下一个pi 倍的 是吧 然后剩下的的话呢 对z球偏导 对z球偏呢 两行都有了 前面球导 这f1' pi y 减去更换2z 再乘一个负更换2 对吧 再减去 那么这个再球导 1到2x减z次方 再次z球导 是加z 加上它 我说清楚没 加上它 好了 这样的话得到了n 好 这里面呢 我书上这个省调 没写这个肚子里面呢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你不会引起误解 写上这个就行了 好 这是n行 说到这面取面是注面 我们一定要听懂意思啊 就是你写出这个 任意点处的切平面的发行向量 一定要垂直于谁 一定要垂直于某一个定的向量 对吧 那定向量也就是定直线的方向向量 切线向量 那么证明是谁呢 我们学一个ta 对吧 你比如这个abc了 是的 n点乘ta 是不是得零 也就是说 那么就不就来了吗 就是a乘以他吧 b乘以他吧 c乘以他吧 对不对 那就是a乘以他 就是你自己写了 -2ae的2x减z 然后b乘以他 加上πb倍的f1平 我的肚子里就不写了哈 再加上这个c倍的 c倍的这是负根号的 是吧 负根号2 那么c倍的f1平 对吧 负根号2 c倍的f1平 然后再加上 那么c倍的 e的2x减z 是不是使得他得零 对吧 那么你这样这个我就 使得他横为零了哈 横为零的话呢 那么你这样 这样解一下就行了 横为零的话 那这个系数得是零 对吧 那就得到 -2a加上c 是不是这个系数得零 能看到意思吧 然后的话呢 再来一个呢 就是这个就是πb 加上-√2c πb-√2c 这个是不是得零 明白是吧 这个系数都得零了 那横为零了 那么你就要再零 那大家看 以谁作为参数啊 c吧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 a是等于2分之c吧 看得懂吧 很简单是吧 那么b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π分之根号2c 是吧 是这样吧 所以你零c 随便取一个吧 c等于1 这个不具维性啊 我再说明一下 这种很简单的 你这个方向向量是吧 一定要出现的方向向量 你给它成个任意的k 不得零倍都可以 所以另称1就简单啊 这样的话 a就等于2分之1 b就等于什么 π分之根号2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证明了 如果t取为2分之1 π分之根号2 1 取出这个向量 那么就一定会有什么 这个 你说给我的这个曲面 它的 啊 任意点的切平面的发现向量 跟这个t一定是垂直的 垂直的话呢 就意味着这个曲面上 任意点的切平面 始终平行于 以这个t作为方向量的直线 那么证明了 它是著名 我就不再过后了 这个比较简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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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